我们使用达哥来绘图 绘图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使用前面这个专案 因为这个专案的设定里面,我们有谈到 你使用的模式是这个 那么绘图里面,在CHGPD里面 它是用所谓的达力的引擎 所以我们要自己再创建一个助理 那我这边创建了一个助理是 daily的这个生图的 我们来看一下设定 我们做生图 比较重要的是 它的 这里 你要把 这里有一个 Prot in 你要把它加进来 daily 你要把它加进来 它才能删图 不然它就只能是文字的叙述 那我把它删掉的话 这边有一个daily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其他的引擎 那画图的话 你就是要用daily这个引擎 做完以后 一样的这边会有一个什么 这一个ID 那有这个ID之后 你就可以请他帮你画图 正常来说 你是在这里 请他 请他帮我画一张早晨的太阳 然后他就会开始帮你画 那这样如果我们想要在 Squatch里面去进行的话 那你就必须很麻烦 就会比较麻烦 这画图它需要时间比较久 它需要的时间会久一点 这是它画出来的图 然后会有文字说明 那拿回我们到我们的OSEP Squatch 那我们把它助理的ID拿掉 改成我们现在的ID 然后 我这次请他帮我画两张图 两张 夕阳 夕阳 夕下 在 海边 一样我们就请他画 一样去执行 那刚才画一张就要需要一点时间 画两张可能就需要更久的时间 那我们就把多一点耐心等他一下 正常来说 我们的这个扩充套件 你只需要一个金钥 还有一个助理ID 助理ID 那这个助理ID我录完以后 我就会把它删掉 所以你拿我的助理ID来用 就请你自己去申请 达哥的帐号 然后来使用 好 出来了 两张图 夕阳夕下在海边 是有照我们需要的在画 这样就可以使用达哥来帮助我们做绘图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